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马一天产生3.3万吨的垃圾量 但却只有两成的垃圾被回收再利用 其中大部分是纸类 其他的厨余和塑胶铁铝罐 这些可回收的资源 通通都被当成垃圾丢掉了 因此如何把垃圾变成再生资源 是马国政府的努力目标 宁静小社区的一天 从垃圾清洁开始 马来西亚民众普遍的分类意识不强 像我们这样随机抽样的一个垃圾袋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铝箔包 纸袋还有厨余全部都丢在一块 把资源变成了垃圾 熟垃圾的多半是移工 薪水不高 能够变卖的回收库 就成了他们另类收入的管道 抢手的回收物 让清洁队员暴露在被抢劫的风险中 KDEB这间公办民营的公共 负责收集整个雪兰儿洲的垃圾 每天动员一千个员工 五百条路线穿梭在大街小巷 为了第一时间掌握状况 2016年这一套iClean系统启用 运用科技串联社区与垃圾车 清洁的成本包含人力运输 一户人家只补贴KDEB七令吉约台币五十块 相较于吉隆坡的垃圾轻运公司 补贴了14令吉 整整少了一半 更别谈要如何分两趟车 再运垃圾跟回收物 第一,我们买了一档车 去收集整个市场的垃圾 第二,我们买了一档车 去收集整个公共的垃圾 也有质量的垃圾 我们没有花费 去收集整个垃圾 去收集整个垃圾 在这一家里 职员得用在刀口上 KDEB的简樸 还来自总监的身体力行 这些垃圾的变化 可能比较多了十岁 我只要画它 再画它新的 垃圾我只要清理它 做成一个新的垃圾 在这个区块里 每天会收纳三千吨的垃圾 当垃圾车把垃圾倒下来之后 就会一层垃圾 一层土地掩埋 当堆到了二十七公尺高的时候 就会换另外一个地方 重新造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酸臭味 这里是人民 制造生活垃圾的最终去处 整个雪舟 八个土埋厂 俄兰土埋厂 算是规模较大的一个 容纳近二分之一的雪舟垃圾量 它可能会继续七岁 一是七岁的 一是七岁的 那是什么要做的 你必须再加一百二十五岁的垃圾 只要在准备 让雪舟垃圾流通 所以这不是一个 一样的 不一样的 要延长土埋厂寿命 就得考虑水质 空气污染 土壤侵蚀等等问题 合乎法规的处理方式 应该是一层土 一层垃圾的堆叠 加上沼气的排气管 最下方还要有不透水层 规划废水的最终处理 这些都是挑战 而整个马来西亚 有130个土埋厂 八成没有经过安全的方式堆埋 现在土埋 比如说我们每一公吨 马来西亚 我们只要花费 35到40零级 我们就可以把它丢去 去土埋厂 焚化炉的话 可能它的价钱就要 升到150块 或者是200块 焚化炉或许是折中办法 俄兰土埋厂旁 已经规划蓝图 碍于名义 迟迟无法动工 我觉得好多人就是 误解 焚化炉的危险性 今天的焚化炉 今天的科技 我相信 可以解决以前 我们所担忧的那些问题 回收或掩埋 永远改不上制造的速度 在这些时机 还没有到 忘记是6千8 这种壳怎么办 丢垃圾桶就好 对啊 那你如果这个丢垃圾桶 晚上是有人来收啊 有有有有有 你看我们接着放那边 有垃圾车来到 是垃圾车会收啊 对对对对 那你如果这个丢垃圾桶 你是垃圾车收了去哪 垃圾桶啊 或许要思考的是 源头减少垃圾才是终极之道 甲洞增江区曾经有座垃圾山 十多年前停止运作后 2020年初工程车 再度划破宁静 兴建道路 而另一头6年前 早就华丽变身为新兴开发区 驻商领利 这个已经离吉伦坡市区 其实很近而已 不到十公里了 就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土地也很值钱了 政府都把这个土地 让给私人去开发了 寸土寸金的地段 一开挖 垃圾现行了 铁铝罐 轮胎等等这些废弃库 还没有完成它的分解过程 触目惊心 土埋藏其实里面 还是有一些毒气会跑上来的 对健康我觉得 我认为还是有多少的影响 发展的脚步不能够停留 你到了这个地方 还是要发展 这是人类造的因 终究由人类承受 当有一天 掩埋厂成为住宅区 住在垃圾山上 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力勒包 马来西亚的回收业者很厉害 有办法将回收来的力勒包 分离出纸浆 再生成纸卷 剩下的铝箔和塑料 经过压制后变成铝塑板 可以作为屋顶的建材 是能遮风避雨的 五颜六色的力勒包 在马来西亚的饮料市场 市占率超过八成 超市架上 专柜贩售 经济价值不言可遇 他从开始在设计研发这个盒子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理念 就已经融合在里面说 我们在研发一个包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确保 它是可以回收再循环的 当市场还在用玻璃瓶装 这间器件 选的是可以百分百回收的纸 当成材质 简单创意打造出一片包装 室友王国 来自瑞典的TetraPak 它强调无菌保鲜 而且它的重量非常的轻 看看背后一看 它里面有高达六种残食 把它剖开来看 里面的成分 百分之七十五的纸 百分之二十的塑胶 还有百分之五的铝箔 企业卖越多 赚越多的概念已经过时 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产品更长寿 这间瑞典公司 在马来西亚 启动环保开关 得先找到 可以协助还原产品的伙伴 循环生命线的旅程 从他们的手中展开 我们负责回收马来西亚这些利乐包啊 他们工厂上下来的废料啊 用了过期的生产下来的废品啊 没人做吧 我们回收下来 职场又不大 愿意肯处理 因为对他们来说 废料吧 别人不要的废料 看在李老板眼中 可是宝贝 他就把它搓搓搓搓 把它的浆搓出来 像这台打浆机 八年前从国外引进 运用的是果汁机的原理 把纸浆 塑胶 铝锅 一一分离 拼装改良了好几代 才成了眼前这样高效能 可以把所有容器里的纸浆 全部提炼出来 问起这秘诀是什么 老板的回答 保留一点 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的一些打浆机 市面上 普遍上的打浆机啊 我们打了下来的 在理硕方面 含有的浆非常高 提下50%而已 今天我们可以说 几乎我们99%的纸浆都提下来了 梁兄弟草创初期只是做回收 因缘机会下 与力乐包公司洗手 再创世界另一个高峰 打造循环经济的生产线 现在全马来西亚 只有他们掌握 从分离铝箔包 到再制一条龙的独门技术 分离纸浆后 全部重生成再生直卷 留下的铝箔和塑料 再进入另一趟旅程 风干 压制 不可思议的 变身成铝素板 这样的一块板子 里面有7000个力乐包 而它的用途可广了 像是屋顶或墙壁 都是巧思创意 市场其实有人在寻找这种材料 只是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不晓得他们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要推广出去 自然有很多人会有更加好的idea 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 反而是人家看的 它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子用 过往的经济模式 产品用完了就没价值了 现在透过循环经济 创造的商业模式 回收处理 让资源回到原物料 循环供应的系统里 这群有志之士 在马来西亚巧巧掀起革命 也看见从产品设计 制造 延长生命周期的 甚甚不喜 而在封闭回圈里 循环利用的另一个主角 非宝特瓶莫属 这一个环节 叫做替宝特瓶洗澡 经过分血 破碎后的宝特瓶身 进入到这一关 就要泡在85到95度的热水中 加入药剂 来回洗五次后 就是干净的瓶片了 看出来都纯纯干干净净的 对啊 我们过后还会过几道 材质分血跟颜色分血 来确保它里面的杂质 是少于0.0001% 或许你要问 这不是很耗水耗电吗 厂区每天200吨的用水量 全部百分之百循环再利用 一旁的棕驴壳 是时下最夯的能源新宠 也是整个厂区唯一的发电来源 不只效能高 同时也跟环保 环保循环的一个口号 我们不想在我们生产过程中 出现所谓的二次循环 我们不要做循环 可是去污染这个环境嘛 年轻的少主有理想 从父亲手中接下传统产业后 创新与改革 跳出了经济与环保坚固的两难 不只力求零废气零污染 厂区设计的核心也在精简人力 像是AI自动分选机取代人力 从原先的二十人缩到了两人 要从数万的碎片中挑出杂质 我们做PET的行业最怕就是PVC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里面的PVC 越少越好 把回收保特瓶的价值做最大的发挥 但说到底 这终究与前端的消费者使用习惯有关 马来西亚回收的保特瓶量 并不足以提供这间公司的所有产能 甚至不到四成 也就是说超过六成得来自国外进口 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对再生料的误解 就是这个是再生的 它经过二次循环肯定是不好的 其实不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再生料 其实可以媲美新料 根据统计 人类每分钟使用100万个保特瓶 以一个高度25公分来计算 相当于是553座双子星大楼 职用的量越多 企业的料源越充沛 企业要业绩成长 却与马来西亚正在推动的减速目标 一次性塑料临时用率大蓝图 希望在未来十年内淘汰一次性的塑料用品 这是两相矛盾的 政府就是希望在这十年里面 是能够Top 10 就是十个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塑料 是不是可以成为零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还是需要 这些一次性使用的这个材料的话 可以不可以 我们有3R嘛 reduce, reuse, recycle 第四个就是replace 与其说源头减产 就是减少使用塑料 不如我们去教育 这一代下一代 你怎么dispose 或者是你怎么处理你用了的塑料 找少一只宝特瓶18公克用到淋漓尽致 企业重新塑造回收物的价值 产品外销到欧洲、美洲、澳洲、中东地区等地 在无法解决爆量的塑胶垃圾前 循环经济的机会已经被看见 不过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吗 马来西亚政府推动要在2030年 达成塑胶零使用的蓝图 当务之急是要淘汰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所以马国陆续实施禁用塑胶袋 和塑胶吸管的政策 但除了政策推动要落实资源回收 还是要靠民间的力量 从个人开始自发性的推动 往零垃圾迈进 环保的中子飘洋过海来到了马来西亚 此一只工们都有个共同的信念 那就是资源回收旧地球 因为当你丢弃的同时 将决定它是垃圾还是资源 作为2030年之前 塑胶零使用率的起点 超市里已经率先使用 生物可分解带 你好 你需要零垃圾吗 好的 是的 在马来西亚 生物袋取代了塑料袋 一个药价 麻痹两毛钱 差不多是台币一块半 而且它强调完全可以资分解 这个包装很方便 一包装在那边 拿汽车里面都可以了 为什么要付赚 要付钱 好像两毛钱一个 很贵 民众的意识 是这一场减速行动 能否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这些包装很密切 为什么它会突破 为什么它会突破 它会突破 它们会需要零垃圾 零垃圾 如果它需要零垃圾 可以自发性地进行垃圾减量计划 减少于土壤 所有东西都进行垃圾 食物进行垃圾 工具进行垃圾 工具进行垃圾 这个家两口人 每个月只生产0.4公斤的垃圾 曾经是IT产业的高阶主管 理睿方精诀对地球过度消费 退休后 不上班的日子 生活更能实践简朴哲学 我去市场 我也带到草莓 我乘搭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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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买糖 我也可以乘搭桃子 我可以不必用单狮的 我乘搭桃子 我乘搭桃子 这样能够适合 而她也把这股影响力 扩起到社区的民众 這位日本人剛搬來社區短短兩年多 2017年 社區花園剛啟動 他每週固定幾天 就到這裡把回收來的廚餘做成堆肥 特別是在郊外居住有広的畑或農家 沒有這種機會 在這裡 大家一起享受環境活動 我們一起享受環境活動 退休人士 變身城市農夫 種出來的菜與民眾分享 也凝聚彼此的情感 我們住在城市 所以我們不跟鄰居說 我們不認識誰的鄰居 所以這是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讓人們一起去 然後我們可以維持關係 讓我們更強 社區的一角 正是社會企業平台 愛循環 iCycle的實踐地點 專門回收民眾送來的各種回收物 我們所有人都會有一個櫈 雞沙成塔 滴水穿石 往林垃圾邁進 大馬的環保覺醒 從個人 社區 慈善組織 拓展到社會企業 這是一股寧靜的力量 由下往上成為了改變的契機 達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